支持者高声欢呼比出胜利手势 菲律宾总统大选 根据已开出超过九成的选票 小马可是获得压倒性的胜利 笃定当选 这次投票率大约80% 专家认为 小马可是胜出的主要原因 是获得年轻世代的支持 菲律宾选民结构年轻化 将近一半的选民年龄都在30岁以下 小马可是竞选招式 现场演奏拉近距离 并且大量使用社群网络 马可是家族时隔36年重长政权 没有经历独裁统治的年轻世代 深信小马可是会为菲律宾带来改变 这也是他的竞选主轴 预计6月30号就职的小马可是 未来面对的挑战不小 疫情冲击下菲律宾的失业率 从2019年的5.1%到2020年的10.3% 创下15年新高记录 GDP增长率更是在2020年衰退 9.6%创下历史记录 小马可是表示 他将延续杜特地政策 继续推动基础建设 分析菲律宾经济结构 传统农业只占8.8% 服务产业占6成以上 从金融、房产、餐饮到航运 无一不需要更方便的交通运输 和稳定通讯、水电供应 他是否能走出马可是家族 一条不一样的路 也是未来6年 疫后经济复苏的关键 大新闻旅方编译